休斯顿火箭目前情况很差,在输给快船后,他们已经跌到了西部第12名,火箭需要一场胜利来挽回颓尸。 今天接受采访时,火箭主帅德安东尼公布了他的最新首发,明天此刻权势的比赛,火箭将会采取一套神奇的三控卖阵容。 德帅指出,麦克尔卡特威廉姆斯会代替受伤的恩尼斯首发,而戈登将会代替受伤的保罗登场。 随后麦卡威也确认了这个消息,明天就是会成为对抗权势三号位的首发。 但问题是,这个排兵布阵真的合适吗? 本来爵士最强大的方面就是内线进攻,双塔加米切尔的组合,是他们无法不利的保证。 现在火箭主动降低首发的升高,第一位和篮板球恐怕会更吃亏,而且火箭不是没有三号位人选。 安东尼前了三场场去8.3分,命中率32%,事实证明他打替不发挥极差。 那为什么德帅不给这个得分王和世界全明星一个机会呢? 局势并不是那种攻防转快速度极快的球队,他们也擅长利用打个子打阵地战。 而只要双方速度不是那么快,钱光移动速度慢的缺陷就没问题了。 可最终,德上帅宁可玩三后卫,也不给钱光一个首发证明自己的机会。 他的选择有待上去,而等到碰得起他球风快速的球队,安东尼的机会更少了,明天本来是他唯一机会。 可以说,填瓜的地位现在很尴尬。